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假設,中則班上男生有X人,女生有Y人 我們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,若女生人數兩倍,女生人數兩倍就2Y 等於男生的人數,等於男生的人數,X男生的人數 則可列出的2也一次分數為多少? 就這一個 你寫這樣也可以啦,或者是說寫X等於2Y,這也可以 寫這樣就可以了 好,那我們看看這個第二個 第二小題他說,若班上男生的人數 男生的人數,比女生人數的三倍 少,少10,少10的話就是負的啦 少10人,如果是多的話就是加正10 如果少10的話是負10 所以寫這樣就可以了 好,那可列出的方式呢就是這個 好,那當然你寫成像那個,腳印的當然 腳印是寫成X等於3Y-10 這樣也是可以啦 好,寫這樣也可以,寫這樣也可以 好,反正你能夠呢 類出一個方程式,滿足提議這樣就可以了 好,寫這樣也可以